大家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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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辞 愿解如来真实意 大佛顶首 任严经大师之菩萨 念佛原通章书超讲迹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很抱歉 停了好几堂课 当然课可以停 佛不能不念 因为不念佛就打妄想 所以原通章指导我们 义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这个见佛是指恢复自性 所以这个佛号 可以深深唤醒自己 念念不离本尊阿弥陀佛 所以义佛念佛 不是临终当来 现前当来 我们在课程当中 也给大家举过 在静朝 这一位菩萨 大家都听过他的法语 比方不怀疑 不间断 不夹杂 这是绝名妙行菩萨的教导 他这些静朝 生活也是很困难 但是很幸福 念佛念了七天 这都是表率 义佛念佛 现前当来了 阿弥陀佛现身给他说法 他就正法身了 所以这个法门是静中静又静 静是洁静了 这个法门是静中静又静 第一个静 是大臣佛法比小臣快 第二个静是 大臣里面禅宗最快 那念佛法门 大吉经说的 若人但念阿弥陀 是名无上深妙禅 不只是禅 是无上深妙禅 所以它是比禅宗还要快 所以叫静中静又静 这法门被我们遇上了 死本不离 直屈绝路 无量光寿是我本绝 起心念佛 方明死绝 脱笔异正 显我自心 这进修节要的教诲 死本不离 直屈绝路 直屈就是最快的方法 那现在我们遇到最快成佛的方法 然后我们想明天再念吧 年纪大一点再念吧 你就把这个时机都错过去了 无常迅速啊 不能等明天啊 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缮 愈何待呼啊 不能等啊 这个念佛要窃啊 就是要 但念无常啊 我们想 我们想 我还有明天 还有明天呢 这个念佛要恳切不容易了 真为生死发菩提心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无常会来 什么时候 要出离生死 现在无常突然来了 有没有把握去 所以 老和尚知道我们 每一次晚上睡觉啊 就是死一次了 就要练习了 躺上去了 当做注念了 佛来接了 早上 睁开眼睛 还在 还在也不能留恋 还是最后一天 活一天了 为佛法 为众生 干一天 每一天都当最后一天了 不留恋 你想 每天晚上一上床啊 哎呀 今天啥事啊 明天晚上干啥事啊 那哪一天无常来 铁定 就随着这个事去投胎去了 所以应主说啊 死字贴在额头上 学道之人 念念念不忘此字啊 就不忘这个死字啊 道业自成 时时想到 我下一秒有可能会死的 那我还在生人家的气啊 那我不就 随着这个生气去地狱报到了 哎呀我下一秒会死的耶 我怎么还在贪恋 这个榴莲好不好吃啊 这个终于 每一年等到这个 榴莲季节到了 我得好好大干一场 这 修行人警觉性要高 这个世间 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物 不能让自己动心 这个都要自己检查 这个别人帮不上忙 说佛有一爱之不清 灵终被此爱所牵纳 所以应主这一句 我们用上没有 死字贴了 贴了没有 当然你不要真的去拿一个死字一贴 你亲戚朋友说 这个人学佛 学的脑子有问题 这个就别贴出来 别着相了 那是随时提醒自己 无常迅速 所以不能有放不下的人事物 那这个要自己检查咯 我好像之前跟大家提过 我在英国 遇到一个农夫 七十岁了 当然我遇到外国人 我都心里想 因为我出家了 他一看就知道我是佛教 所以我就要把生死轮回 这个真相告诉他 我就给他讲了好几个轮回的故事 结果他一听 可能是巧合 我讲了两三个 他都给我下结论 可能是巧合 我都举一些具体的 能记得前世 我是哪一家人 科学家又把他带回去 让他认 这是你谁 结果 跟他丈夫相聚了 你有哪件事是你 只有你跟你丈夫知道的 这个小女孩就回答了 他还欠我多少钱 没还我了 他那个先生 年纪都挺大的 不好意思 有了 有这个事 大家听到这一段 有没有开悟了 不能欠人家钱 铁钉要还 欠钱还好还 欠人家感情就麻烦了 一般欠感情一还 少说也得几十年 告诉大家 不是夫妻男女才欠感情 我现在观察 当妈的最放不下的就是孩子 你看这是不是欠的 好 所以佛门才说 常说 般若为岛 净土为归 所以般若 是大臣佛法的核心 佛讲了22年 好 所以 有没有同修 很沮丧 很气馁 说 哎呀 我 都知道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怎么我每次 欲境界都被转 在那里很气馁 我说很正常 佛 在他那个年代 离我们三千多年前 佛讲波罗 讲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有 如路易如电 因作如是观 这个金刚经 就是波罗的精华 劝了22年 劝了22年 所以我们现在 听了一两年 听了几年 还没转过来 不要气 正常的 正常的 那请问大家 佛那个年代要劝22年 请问我们这个年代的人 要劝多少年 那我看 得要自己劝自己 在什么时候劝自己 面对一切境界的时候 劝自己 万法因缘所生 原距原善 不要当真 原距了 真心去面对它 但是 不要有控制占有的念头 所以波罗就是 极相 离相 这是波罗 不是你跑到深山里面 去修波罗 那没得修 都要在镜上练 你跑到深山里面去 就贪 哇 好清静 都没有车子的声音 那你就变成贪 安静 着相 着相就没有波罗 智慧了 离一切相才是波罗 那在哪里离相呢 在一切相里面离相 比方说我当父母的 现在看到 孩子了 我没有 我没有控制的念头 要求的念头 因为就是着了相 那是我的孩子 你得听我的 那这个就一着相又产生的控制要求 在这个相 但是不着这个相 极相 离相 是因缘 俱了 我借这个静缘 修自己 借这个静缘 念 放下 控制要求的念头 这个就是会修行 这个就是会修行 跟孩子 讲完话了 认真真心劝他了 劝完不拙 劝他的相 没有放在心上 不然一放在心上 我劝了这么久啊 他听了没有啊 然后一看 明天的事情 好像又没把我讲的话放在心上了 气死我了 就连续拙向生烦恼 劝而无劝 无劝而劝 这个无劝就是 不要劝完着了相了 用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劝了 尽力了 不放在心上 所以老儿上常说 行善 不拙行善的相 就是行完善 不放在心上 这个叫离相 要从这里开始练 不放在心上 所以梁五弟 做了很多佛门的大好事 可是他放心上了 要人家赞叹了 那就生烦恼了 那他这一念 要人家赞叹 他心不清静 所作一切好事 全部翻转成轮回的福报 假如梁五弟不求人赞叹 没有放在心上 所有善根星星回向极乐世界 那梁五弟那一身就去极乐世界做佛了 差很多 差很多 学佛人要理智 不要感情用事 你看我们在亲情里面呢 特别容易感情用事 常常都想 哎呀我也知道不要超他的心 就是忍不住 你看 力士练星 练什么星 练不超星 练理智 超星 我自己没好处 孩子也没好处 干嘛这种愚痴的事啊 以理则情啊 要以意理理智调伏自己啊 这情直情事 对自己对别人都没好处的事别干啊 这一点我得 点赞一下我们家老菩萨 二十一年前 他送我到门口 他老人家讲了一句话 我把你交给阿弥陀佛了 所以我很轻松啊 因为母子连心啊 他一担心我 我心上会有负担的 所以我记得出了门 几个月回来 我一进门 我说 您修得不错啊 他一头雾水 为什么说我修得不错 我说我在外面心上都没有负担 铁定你还放得下 这个叫及时肯定 他老人家就更不敢想我了 这样我退步了不行了 所以这个赞叹也是一法 你及时赞叹了 他不容易退转 我们以礼则请 要生烦恼 要担忧的时候赶紧提醒自己 念佛啊 对孩子 对青人最好 不能再随顺烦恼习气 又在那 担忧害怕 给佛号的能量 给信任的能量 不要给害怕的能量 担忧的能量 我给七十岁的农夫 讲轮回转世的故事 他都说是巧合 我一看 这个局面不能硬劝 就变人家了 那我就停下来了 讲话也要看对方的接受度 不能啦 一直 呱啦呱啦 停不下嘴巴 这也是执着 我现在看 我们有一些同修 一根孩子 或者一根学生 讲佛法 讲传统话 就停不下嘴 看着这些孩子的表情都已经 那个表情就是 别再说了 别再说了 烦死了烦死了 我们这些成年人还是停不下 这就是执着 讲话要看 对方肯不肯听 缘成不成熟 不能好讲 好讲啊 都是适得其反 所以难怪 人家年轻人都觉得 我们这些成年人太啰嗦了 老婆上说 得不到他人的谅解 要回过头来反省自己 当别人觉得我啰嗦的时候 那我还是要反省自己 好 有没有同修觉得我啰嗦的 可以抗议 我能接受批评 因为这一生要成佛啊 还是要 文欲恐 文过心 要接受人家批评 不然当局阻谜 自己都很啰嗦了 自己没察觉 又不愿意接受 人家提醒就不好了 旁观的清 好 那这个 这个我一停下来 这个老先生说话了 他说 我觉得这个人啊 挺奇怪的 明明啊 我这个七十年的人生呢 也有不少愉快的事情 可是我一想起过去 就是不欢喜的事 他这段话 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 你看明明有快乐的事情 我们都不去想 就想那些烦恼 不欢喜的事 这个是自己决定的 别人 影响不了我们 大家看过暖春没有 你看小花 还没遇到爷爷以前 很惨吧 可是你看 他展现出来了 任何人 他都能看到对方的好 是吧 连那个 沈娘 对他这么不好 你看他只记得什么 那个对他不好啊 打他什么 他都没放 放心上 就放了什么 沈娘没有把我给人啊 大家要练一个功夫啊 怎么想都是好的 怎么看都是看人家优点 哇你这个功夫练成了 你就是普贤普萨了 大家想不想做普贤普贤 刚刚 来了一位新朋友 我们第一次见面 不是第一次了 上一次有见过 但是没有面对面交谈过 结果 刚好我们是中午吃饭时间了 我说留下来吃饭吧 结果我就 因为刚上完课啊 我就进房间去了一下 结果后来他走了 他为什么走了呢 他提到 哇你看人家厨房忙 那么辛苦那么忙 不一定有准备 我的 所以不给人家添麻烦 那法师刚上完课 比较辛苦了 这个这个 不要再跟他说话了 哇你看我们一看 这个人修养很好啊 都在替人家想 你就不要执着 我叫他回来吃饭了 他怎么不听我的呢 那就变成你的控制了 你看你把自己的 一定要怎样放下 你可能就可以感觉到 对方可贵的地方 我跟大家 应该分享过一个故事吧 大家不能只当故事听 听完就要 练成这个功夫 希望 下礼拜或下下礼拜 有同修举手 我分享一下 练称赞如来 普贤行的心得 假如有人举手 我可能会感动的流泪 这个也是我们当代一位 从事教育的 陶行之校长 他有创办学校啊 结果 他有一天看到一个男同学 要打另外一位男同学 被他看到咯 他就制止 然后就请这一位 要打人的男同学 你到校长室门口等我 这个学生就过去了 这个陶校长 没一会很快 就回到校长室了 看到这个同学在那里了 他就拿出一颗糖果 我让你到校长室来等我 你就来了 来 给你一颗糖 这个学生本来想要被痛骂一顿 还有糖可以拿 愣住了 接着又说了 刚刚我叫你停手 你就停手 你很尊重校长 来 再给你一颗糖 你看这整个事件发生了 你看人家校长都能看到 这个学生 可贵的地方啊 我们不能一看都是人家的毛病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啊 那可以想象这个学生已经有点搞不清楚状况了 已经拿到两颗糖果了 接着校长说了 我去了解了 因为 因为啊 这个同学欺负女生 你打抱不平 你有见义勇为 打抱不平 来 再给你一颗糖 这个学生 这个学生拿到第三颗糖 校长 他是我同学 他再不对 我也不能打他 这个校长说 你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了 来 再给你一颗糖 这个叫四颗糖的故事 大家想一下 一个人假如练出随时可以看到人家的优点 我相信一定可以唤醒对方的善根 因为人之初 信本善 我们今天还不能唤醒亲戚朋友的善根 是我们的沉心还不够 还有见他们的过 你心上见人家的过啊 言语不可能 很真诚 今晨所至 今时为开 我们发自内心 赞叹对方 肯定对方 哪怕他有缺点 你不放心上 你看 不放心上 般若 般若在那里练 在面对一切境界 在面对一切境界 面对亲戚朋友 不要灼他们 习气的相 不放在心上 这个就是练波罗的理想 这个就是练波罗的理想 所以波罗在哪 在一切境界里面 练 怎么练具体呢 心上只放阿弥陀佛 这个是最好练 不放心上的方法 你都只是念佛了 那其他这些不好 你就不往心里放了 用一句万德鸿鸣 把心里面的垃圾 清理干净 所以老和尚劝我们要自爱 不要把垃圾 放在自己 纯净纯善的心中 这一段法语 大家听过没有 你看 这么好的法 听完呢 赶快清理垃圾了 大家都有倒垃圾的经验吧 有没有人拿着一包垃圾 要丢出去又拉回来 这一包垃圾 赔了我好多年了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不可能这样吧 发觉是垃圾 障碍自己的法身会命 一发觉了 赶快 就要放下他 不怕念体 只怕厥齿 这个念头是烦恼 一察觉 阿弥陀佛 我不能糟蹋自己的佛性 这一念心就是菩提心 尊重几灵 尊重自己的佛性 尊重自己的佛性 我不再随顺烦恼了 阿弥陀佛即是我心 我心即是阿弥陀佛 净土即此方 此方即净土 十万亿尘 去此不远 心做心事 极乐世界也是我的真心所变现 也是随着我念佛 心越来越清静 心静佛土静 清静心是往生最重要的条件 所以心上放阿弥陀佛 不放乱七八糟的东西 老农夫给我的启示 不能去想不好的 不要放不好的 想就想别人的好 这样就礼敬诸佛 称赞如来 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 所以我们的心形 都要跟普贤形相应 那我们铁定能往生极的世界 因为频道啊 积上去了 我们再进一步深入来探讨 这个 心上 这些过去的烦恼 灰之不去 灰之不去 就要学会转念 转念 用佛号可以转 用经教可以转 决定 决定 不能让烦恼念相续 这样 你修行的功夫 就随着一个一个烦恼 退转 所以佛门说 一念称星起 火烧功得灵 好不容易 一两个月都没发脾气了 一下控制不止就烧掉了 我们常常说 转烦恼为菩提 化危机为转机 化悲愤为力量 这就是转念 这个就是转念 同一件事 可以转成菩提 转成觉悟 转成 危机变转机 悲愤变力量 就要汇转了 今天我们 一开始就谈般若 那 金刚经理有提醒我们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凡所有像 绝世虚妄 所以这些都是像 都是不可得 不要执着它 不要揪着过去的事不放 要把它转掉 转成菩提 转成菩提心 那怎么转 有一部书 大家要多念 叫劝发菩提心文 我们现在做一个实验 你过去还有放不下的事 有没有看脸就知道了 你心上还有事 脸上看得出来 我现在看上去 基本上都有事 那我们现在随着 劝发菩提心文 就把心上 这个可能放了十几年 二十几年 三十几年的事把它转掉 可以转 可以转 所以佛那个时代 佛讲经的时候 就有人 正果了 怎么正的 放下了 放下执着了 正阿罗汉了 放下分别 正菩萨果位了 放下几心动念 那它就正法身了 佛那个时代 佛那个时代 很多人听 你看那个《楞严经》 就我们现在分享这一部经 哇 那个 摩登前女 听着听着它就正果了 当然 大家现在没有正果 都是我的问题 因为我跟佛陀没办法比 因为我跟佛陀没办法比 佛讲经的射受力不一样 好 所以随文入观 随着读经 把烦恼转掉了 这个我有做过实验 我当时候 有感情的挑战 所以流了不少泪 可是呢 已经学佛了 又知道不可以这样 怎么办呢 念经 念佛 调这个心态 结果呢 刚好念《无量寿经》啊 老上又规定 三十二到三十七品嘛 早上念第六品 四十八月 晚上念三十二三十七 结果我念了念了 就念到其中那一段 你能在爱欲之中 独生独死 独去独来 苦乐自当 无有待者 没有任何人可以带你的苦 哇 这一段念明白了 我继续哭叫自讨苦吃 诸位同修 你愿不愿意干自讨苦吃的事啊 哎呀 我真现在 体会到就是 就是 你真明白了 不愿意干傻事啊 为什么还干呢 还不够透彻明白 好 哦 刚刚有一位 同修说啦 没成家的人 比较容易放下 说实在的 成家不成家 出家没出家 看你会不会修啦 你看老儿上不是说我们出了小家 入了大家 就看你的心态咯 我见过没成家的人啊 修的好的比例不高 为什么呢 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他习惯啦 不知不觉 哦 所以一般 没成家的 没成家的 到了五十几六十几啊 一般人劝不了他 再来 脾气比较大 没人磨他 哇 你看一结婚 哇 可以磨的境界就多了 三代人都可以磨你了 然后磨到精干不坏身 任何境界都不起情绪了 会修啊 好 看看这同修说啦 你看我 我要听经啦 我那个外孙 外公外婆的叫 我不能专心听歌 好 哦 那你要恒顺众生 哦 这个时候你就练普行行 这个时候就不要执着 听法师教课 放下执着 他外孙一叫 外孙啥事情 恒顺这个因缘 哦 顺着 说不定奇葩他的善根 哦 这个孩子突然感觉 哎呀 哎呀 外公可以不听经啊 陪我 哎呀 太感动了 哦 我在他心目中这么重要 哦 触动他的善根 哦 当然你在跟孙子互动的时候 就是你的道场 哎 你就顺这个因缘 哦 哎 对孩子越来越有耐性 不烦躁 哦 哎 然后很善巧的 哎 他有优点出现了 肯定他 缺点呢 提醒他 互念他 这叫广修供养 互念孩子啊 哦 何处是道场啊 处处是道场 你在陪孙子 陪孩子 你可以把普贤十愿都用上 是吧 你铺垫一个因缘 哦 我有一个因缘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一位妈妈 劝情的 2020年 1月份 我在马来西亚过年 那一年过得早 1月就过年了 后来我到我们 颜会长家里 住了十来天 当时候还有新冠 疫情哦 哎 新冠疫情不影响 跟大家交流修行 我们在庭院 没有违法 在这个室外 庭院交流 结果有一个妈妈就说了 我说法师啊 你讲的那些课 这个大人听呢 有没有给十四五岁的青少年 听的内容 那我们要学佛菩萨 因为佛菩萨是有求必应啊 自己还不是菩萨了 得学 所以就 成立一个 熏闻成种的平台 收集一些电影啊 对孩子励志啊 对孩子做人做事有帮助的 提供给他呢 包含一些好的动漫呢 还有 这个以这个文殊菩萨 旁边有一只狮子 为主题 你看小朋友一看 这十几岁的人一看就很欢喜 好 这个是 刚好那个姻缘呢 提供这个平台 好 这个是刚好那个姻缘呢 提供这个平台 给这十几岁的孩子 好 那 那 孩子们他就可以透过这些戏剧 接上我们五千年辱世道的教诲 接上经典就是情转法轮 你带自己的孙子 他有一些好的志向 你肯定他 护制他 他 他有心要当老师 有心要当医生 你就护制他 护制他 让他在那一个领域 行菩萨道 那这个也是请佛注释啊 你在栽培你的孩子 你的孙子 往那个目标走啊 所以菩萨六度 普贤十愿 就是生活工作 处世代人皆无 没有离开 静缘无好丑啊 就是在静里面 不要去生好丑的分别执着 你总不能在照顾孙子的时候 我是很坏命的 骗孙 那你就起烦恼了 安住当下 骗孙的骗孙 带孙子就带孙子 安住当下 练出真心来 练出智慧 练出善巧来 你陪着孙子了 就可以借由陪孙子的姻缘了 护念自己的孩子 怎么当爸爸 怎么当妈妈 当然 你们不要听完又说 陈德法师说要带孙子 我没有这么讲 是因为你正在带了 照理讲 父母带自己的孩子比较好 那是注定的缘 假如你当父母的 结果你忙到 都没有时间带孩子 结果交给老人了 那你的孩子会跟你有距离感 因为你跟他最亲 可是他常常看不到你 有时候他又理解不了 你又没有事实跟他沟通 他就变得比较内向 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两岁的孩子 非常内向 都不怎么讲话 比较少吧 你看孩子都很天真 为什么他慢慢慢慢变得不爱讲话 都有他成长的因缘 促成他不愿意讲话了 万法因缘深啊 你一个父母常常陪孩子谈话 孩子有什么高兴的事一定找父母 悲伤的事一定找父母 那这样的孩子内心不会放东西 我有一件事不给我母亲讲 我也闷得慌 虽然是做错事了 有点不好意思讲 但是还是觉得讲了 心里比较舒服 所以 尽量还是让父母带自己的小孩 所以比较理想的状况 男主外 女主内 或者你夫妻商量 刚好这个太太的工作天分比较高 赚钱容易 先生也愿意在家照顾家庭 也可以 最主要要分工 不然家里没人用心 没有孝敬好老人 也没有教育好下一代 你赚的钱再多 最后会变成你心里的痛 你看着你的地位 看着你的财富 又看着孩子不听你话 你会很无奈的 再看到他拼命花你的血汗钱 一点都不痛 那就难过了 治药没落交子 教孩子重要 不要 再不行 还得出去工作 那你也要找这个幼儿园 是重视传统文化 然后呢 一下课 你可以去接他 还是要尽量陪伴 孩子就 心很安定 他感觉 很温暖 人格健康 这是成德最大的受用 我推开门 都能喊一声 妈 因为我母亲是小学老师 所以 基本上我放学了 我妈妈也在 寒暑假也在 所以大家娶媳妇可以考虑小学老师 包含现在有一些工作 你可以在家 Home work 叫做 有一个词 有一个词 好 在家工作 好 好 谢谢这一个同修 马上打出来 出外靠朋友 你在围挤的时候 就有人相助 所以佛门说要广结善缘 对 人生的 取舍 这个是 轻重缓急 要能判断 就是智慧 而且 而且赚钱 你去工作 是一个缘 而你有没有财富 那个是 你有没有财布师的因 所以不是你工作越长 越多人做 你就赚得多 是你家里有没有那个福报 所以你真的看得破就放得下 我们都有认识的 给大家介绍过 王又京老师 他自己带四个孩子 他硕士毕业 生物科技 找工作在台湾现在是最好找的 可是她跟她丈夫商量好了 丈夫也支持她 一开始比较拮据 后来 丈夫也越赚越多了 生活就宽裕了 该是你的 跑都跑不掉 不是你的强求不来 我感觉我们现在心不安 都是因为 理还没有透彻 理得心安 理没有透彻 又容易受别人的看法 说法又影响 别人给我们讲几句 我们心就动了 好 看破难 放下容易 所以刚刚跟大家说 我念这个无量寿经 念到 苦乐自当 无有待者 我不给自己找麻烦了 从那一刻开始 我没有再为 情感伤心流过泪了 不过我还是很容易流泪 我现在都是感动流泪 不是伤心 不给自己找麻烦 受 好 那我们 学会转念 学会提起正念 你提起佛话 正念现前 邪念污染不上 或者 过去啊 放不下的事 你可以念 忏悔业障 全发不立经文里面教的 哎呀 他那么对不起我 我忏什么 大家要知道 一切事不离因果 欲知前是阴 今生受者是啊 他不找别人找我 还是我先对不起他的 那你就一下子从 对他耿耿于怀 来 反而转身 有点 不好意思了 念就转了 也可以转尊重几灵啊 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啊 我怎么困在这些烦恼啊 糟蹋我的佛性啊 你看你一转 烦恼就是不提了 或者一转 哎呀看破世间轮回啊 三苦八苦啊 怨政慧啊 爱别离啊 求不得啊 搞烦了 不想再搞了 你本来那个纠结在心里的 负能量 这些负面的情绪 一转变成 求出离生死的动力 老阿尚常说你会嘛 要会转念啊 转求生净土了 哎呀这世间 太危险了 太多东西会放不下 我要一心求生净土 所以这一个 你过去懊恼的事啊 就帮助你愿离所谱 愿生极乐 你看缺乏不离心文好用吧 每一句都能解决问题哦 念正法得久住哦 你在那里痛苦 你在那里痛苦 心里一转 现在跟我有同样痛苦 遭遇的人 不会太少 我能跳出这个烦恼啊 我就能帮助很多 跟我有同样遭遇的亲戚朋友 哇你为人也说了 好我们举个例子 刘树寅老师啊 他得过洪班姓郎昌是吧 你看这个静缘 一般人觉得晴天必利 那刘老师用来 变成法缘 念佛 消业障 洪班姓郎昌念好了 那同样有这些重病的人 刘老师就很好劝他们了 所以你遇到过去很不好的事啊 那可能是上天派的任务给你 佛菩萨派任务给自己了 我们一走出来啊 就可以帮助很多众生 诸位同修啊 你们愿不愿意帮助众生 我没强迫你们啊 但是假如我们不愿意了 那大臣佛法不用修了 大臣佛法是慈悲为本啊 那都不愿意利益众生了 那这个大臣佛法你学再多不相应 不相应了解都解错 或者你提起念施掌恩 老婆上劝了我六十多年的尖教了 我现在要依教奉向 不能辜负他了 你看你又转成念施掌恩了 念头是假的啦 烦恼是假的 不觉本无物 别把它当真了 正念提起来 感恩心提起来 念施掌恩 念本师 念佛菩萨恩 你看我在六道轮回多久了 佛菩萨好不容易这一生 加持我了 护念我了 我得放下 不能再辜负他们 尤其本师是要摸你 佛菩萨八千次来度我了 不能再辜负了 包含我们人生过程 纵有遇到不顺事的事 也有很多众生的恩德在里面 你多去想恩德多好 所以学佛要先自爱 不要 现在烦恼 要 正念分明 菩提心 不忘思 菩提心不忘思 感恩心不忘思 你有源源不绝的动力 知恩 报恩 所以我们要自爱 让自己正念分明 不要烦恼做主 这是自爱 尤其成家的人 有责任 下一代看着我们 下一代看着我们 你面对人生 这些挑战 你都能乐观面对 那你孩子的性格就好了 他在观察 他在模仿你 你 父慈 父慈 子孝啊 这个慈爱 表现在哪 表现在你 时时 为他们在作响 这是真慈爱 我 我也常 问现在的大众 我们 下一代 面对的人生 的难度 比我们怎么样 比我们更难啊 未来社会 未来社会更复杂 诱惑更多啊 你现在不好好表演给他看 什么叫忍辱 什么叫普行行 什么叫忠树之道 他没有你这些法宝啊 他要面对他的人生好难哦 你说一个孩子 假如自私了 脾气大了 他后面的路就难走了 好 刚刚讲这一段 大家以前的事转掉没有啊 我看一下大家的气色 额头看有没有发亮 你一放下 马上气色就不一样 别给自己找麻烦 阿弥陀佛 如是妙法性听闻 因常念佛和神习嘛 干嘛 还让烦恼做主呢 我中了佛门第一特奖 静中静又静 受此广度生死流 佛说此人真善有 对啊 好欢喜啊 知足常乐 我这一生常说 我遇到我父母跟老和尚 我已经 撞翻了 撞翻了 我已经了无遗憾了 好 接下来干啥 报恩 好 我们上一次啊 交流到 第49页 这一段交流完了 我们先翻十四页 这个十四页 我们这一章经文呢 是此一章大分为三 出 通序大义 这个就是 发起序 你看经文都有序分 正中分 流通分 那他这里呢是分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书超呢 第一是分 通序大义 第二是 开章四文 讲解这个经文 第三是 归命回向 我们这整个 书超啊分这三大部分 好 那我们前面的课程是进入了 甲 甲一 那接下来经文的部分 是甲二 所以我们还没开始讲经文 那甲 甲一里面呢 又分成了 出祥述子去 跟劣势经题 你看经题是在还没有讲经文以前 解释的 那这个是 以一以二 可是以一里面呢 出祥身子去 又分三分 所以我们 最近讲的内容 都属于 出通序念佛终至 都跟念佛有关 那上一次啊 有告一段落了 你看我们上一次讨论的 都跟念佛有关 事心做佛 心不念而佛不做 不念佛就打妄想 不念佛就打妄想 你一念佛 即是一个人真心念佛 当下即是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心好 所以即佛显心 佛不称而心不显 一不念佛啊 你真心显不了了 就忘心做主了 所以都在强调念佛的 忠 忠止 所以在四十七页 你看 这个 书超里面提的 前面分析了那么多念佛的重点 所以择之念佛一门 成为见信成佛 之妙法矣 我们今天一开始也讲 尽忠尽又尽 你见信成佛 最快的方法 也是消业上最快的方法 我们一开始就有讲到 读 念佛原通章 这个消业的力量非常大 而这一章就是指导我们要异佛念佛 观无量寿经讲的 真心念佛 一身佛号 灭八十一劫 生死重罪 所以我们过去生有业不怕 只要肯老实念了 这个业 消得很快 你看海贤脑上 这近代给我们的榜样 他老人家福报也不是很大 十几岁就生了重病差点没有命 但是这些病 让他看破世间 等下二十岁就出家了 出家师父都教他念佛 他就老实念了 他成就很高 可能还没到四十岁 就是理一心不乱 所以这个也是证明 这个念佛法门 是见性成佛之妙法 好 我们真的 警觉性要高啊 我们一天 浪费太多时间 我刚好 大前天 课程办完了 我们陪来参与的四十九个学员 来自世界各地都有 北美的 欧洲的 包含 大陆啊 东南亚 几个国家都有 那陪的过程 走路多啊 拿个佛珠 念了五万多声 后来隔天 又送他们去机场 刚好我就飞德国了 一路上都在坐车坐飞机 念佛 也可以念超过四万声 那昨天 念了三万两千声 所以啊 看看自己 以前浪费太多时间 太惭愧了 要分秒必争的念 我是没听话 老子上说要分秒必争 我现在要好好落实这一句 分秒必争 每一次见面再给大家报告 所以大家 对我是动力 不是压力 你可以当压力 你也可以当动力 都是自己的一念之间 好 那我们今天 那我们今天 这个进入 下一个 下一个 下一个点 二是别显此章所全 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经文 筑解 五十页上 所以十二如来 好曰三昧 四字菩萨 标为圆通 十二如来 后面有说 就是 十二光如来 相继一节 这个有提到 那大弥陀经云 大弥陀经云 就是无量寿经 有五种原异本 那经文里面有提 无量光佛 无边光佛 无碍光佛 无碍光佛 无对光佛 言枉光佛 亲近光佛 欢喜光佛 智慧光佛 不断光佛 难思光佛 无称光佛 超日月光佛 就是这十二如来 这十二如来 都称光 光是光明 经上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 十二如来 都是阿弥陀如来的别号 可是在本经里面说 这十二如来相继出世 假如一经文 那这个说法 这就不像是 都是阿弥陀佛 那我们晓得 十方世界 同名同号的佛很多 阿弥陀佛 那阿弥陀佛 与观世音菩萨 大师之菩萨 这是西方三圣 阿弥陀佛 在没成佛之前 他们三人是同参 是同学 都亲近过古佛 这十二如来 这十二如来 所以他成佛之后 他也有这十二如来的别号 这个别号 这个别号 是表示失诚 是有渊源的 那观音菩萨 在因地 他也是跟观音如来学 这个是失诚 是有渊源的 有失诚渊源 他是继承十二如来之法 是十二如来的传人 有这个意思 好 当然 我们跟老和尚学 这是失诚 学是效法 越学 越像他老人家 真诚 恭敬 谦虚 和睦 要越学 越学 越先向他老人家 处世待人的 这些风范 所以这一次在香港 跟大众交流了一个主题 学习敬功上人的 道义人生 因为黄念导说 无情不能修道 没有情意 道业成就不了的 大家想一想 我们对身边亲戚朋友 都不讲情意 会对众生大慈大悲吗 不大可能 我们学 向老和尚学习 向老和尚 首先我们要会观察 老和尚 他的 仁义理智性 他是怎么落实的 他的六度普贤型是怎么落实的 我们要观察得了才知道怎么去效法 都观察不到 那怎么效法 像我们 这一次群书之药 那我们汉学院院长 上圣校庙法师 他讲的题目 就是学习老和尚的好学精神 我们假如观察不到老和尚的好学 我们怎么学他的好学 好学尽乎自偶 要有智慧 那要好学 那这个就很重要了 我们在发道群组 提供给大家 这堂课要好好听 内行人看门道 老和尚怎么好学的 我们得看懂 所以假如有亲戚朋友 对你说 我怎么感觉你越来越像老和尚的处事 那就代表我们有真正在效法 这个才是有诗诚 不是自己喊得很大声 我跟老和尚 我听他讲经二十年了 那只是一个像 佛法重实质 不重形式 应该是人家说 你很像老和尚了 是对的 那光 是智慧 是智慧 光就是表智慧 因为这十二如来 都称光 他们的佛号当中都有光 那光是智慧 智慧里面 一定有定 定生慧 所以三昧就是定 所以十二如来 浩曰三昧 那这个三昧是什么三昧 念佛三昧 是宝王三昧 三昧中的王 最高的方法 所以十地菩萨 那是很高的原教菩萨 始终不离念佛 从初地到实地 不离念佛 所以十二如来 好念佛为三昧者 这个凡夫构心 混落黄河 大家去过黄河没有 那个水颜色很深 黄河跟长江都一样 因为它河底是泥沙 所以水是浑浊的 不清净 你看下去 水是黄色的 所以叫黄河 它不是清的 泥沙太多 这个再叙述 凡夫的状况 古大德 就拿这个来比喻我们凡夫的心 心不清净 怎么不清净啊 心里一天到晚 是非人我 明文利亚 贪嗔痴慢 心怎么能清净得了 所以我们首先要放下这十六个字 其实我们刚刚提到了要自爱 本来无一物 何处的尘埃 大家感受感受 你一句佛号接着一句佛号 的状态 跟一直在转着是非人我 贪嗔痴慢的念头 这两种状态 差别大不大 大吧 一句接一句眼 都能感觉佛光铸造啊 过灭善生 身意柔软 所有疾苦莫不休止 一切忧恼莫不洩脱 这是一句接一句的受用 你感觉到这个受用了 你还愿意把自己泡在是非人我 贪嗔痴慢 那不是作见自己吗 那不是好日子不过吗 你真体会了 慢慢就不干啥事了 你在那有点烦 哎呀不如念佛啊 赶快 从烦恼念里面抽身出来 观自在菩萨 观自己自不自在 观自己的自信在不在 不要让烦恼做主 所以心里头啊真正没有是非人我 没有明文力啊 没有贪嗔痴慢 心就清净 我们心里这些东西太多 所以不清净 凡夫构心 不清净 但不觉本有本无万 只要可能老实念了 他就越来越清净了 妄想千般皆不管 一身佛号要分明啊 下一句呢 外道妄想 一如奔马 这个奔马就像野马一样啊 这也是比喻 这个外道妄想多 外道啊 外道啊 并不完全指佛门以外的 包括我们学佛在内 学佛的人 一天到晚 在那里打妄想 这是佛门里面的外道 比如 我也接触不少人 这个老儿像谈到 他看到的现象 现在还有很多人在想 我过去是怎么样的 过去我是不是学佛的 我是不是啊 参禅的 将来我会怎么样 这都是过去未来烦恼 这都叫大妄想 甚至于教下 我们说中门教下 中门是修禅 教下是依经典修行 这个教下走入佛门的外道啊 很多 结果老儿像说 我举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诸位就晓得 这一段呢 对我们都是提醒 大概有二十多年前 我们大专讲座 有一个同学 很认真学了几年的 维士 维士宗里面的一门学科 百法名门 有一年 有一年 这个师大 中道社 师范大卫中道社 请他去讲为事 百法名门论 这一位同学啊 他 年轻时候啊 很年轻就跟老儿像学佛法 也是跟他老人家学的 他来告诉我啊 他要去讲百法 你看老儿像抓住这个机会点哦 我就提醒他 我说百法 那是经上是明门 注意那个明字 我说啊 恐怕你到那里讲啊 百法不是明门 是黑门 黑暗 怎么会讲成黑暗呢 不是光明了呢 这个百法有一百法 你要讲的叫人听了之后开悟 那叫明了 如果讲了之后啊 叫人天天在那里想 什么是八星王 什么是五十一星所 那就坏了 为什么 那想就是妄想 本来众生妄想就很多了 你何忍心又增加他一百个妄想 这哪里叫明门啊 这不是黑门 是什么 明明是黑门 佛讲的是百法明门 到你嘴里头啊 一讲是百法黑门 不是明门 所以教下要不开悟啊 都叫做妄想 所以真心一法不利哦 你还增加了那么多法 真心产生很多妄想 所以你看大臣起兴论说呢 离言说相 语言文字不能执着 离明字相 明词术语哦 你看八星王五十一星所 这个都是佛门的明词术语哦 你可以学不能执着 不然学到最后 智慧没开 背了一大堆 明词术语 还困在这些明词术语里面 所以 这个 老和尚接下来有开解 修学关键了 不是学一堆 这些明词术语道理 要解形相应 不然真的会变黑门 老和尚说的六种佛法 只有一种是正确的 你别进错门了 你看学术的佛教 那个不会开智慧哦 好 今天时间到了 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恭请法师带领大家回见 好 我们来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土谷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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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